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人閉上眼 有時都會遙動的 我都說那個遙動是不同的 站不穩地遙動是不規律 即是你撲前、撲後 那一隻那種 但當你一有想著耶穌 愛著耶穌 你發覺是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遙動 而現在最重要不是這個分別 最重要呢 如果你有機會去為一些有憂傷的人 或者很渴慕神的人 你有機會為他按手祈禱 你就會發覺分別大到不得了 為什麼大呢 就是他的憂傷忽然又重打釋放 有些失眠忽然間晚上睡得好 然後又有煩惱或者懼怕 即是立刻釋放 或者身體的疾病得醫治 或者是靈靈更生改變 這個就是最主要的果子 果子才是最重要的 即是外在的改變 只是說聖靈運作會有這個效果 聖靈運作會有這個效果 但是我們著重不是那個遙動 帶來什麼效果 遙動只是神的靈運行的時候 帶來同時發生一件事 即是聖靈運行 因為靈是影響我們的身體的 靈是影響我們的身體 所以當聖靈運作的時候 它就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也會遙動 但這個不是我們追求的 不過可以量度 什麼叫量度呢 你會發覺我投入 就發覺我力量加強 就是用來量度我的投入程度 但是最重要是內心的改變 以及你服侍人的改變 如果你這樣祈禱 你發覺幾種改變在你生命之中 在你生命中有幾種改變 第一就是你容易平安興盛 煩惱放下 譬如你很閉毅 你就不要想這些閉毅的事 你就專注 主耶穌多謝你 感謝你多謝天父 你就這樣 你就發覺人就會平安興盛 或者你身體不舒服 你按著你的患處 多謝耶穌 愛我 放鬆人 按著耶穌 你有可能發覺患處 會舒服了 或者是好 或者有人有不舒服 譬如你去短孫 有適合的情況 你可以為別人按手祈禱 如果你處理了生命下 如果有人很有邪靈影響 或者情緒影響 就不要為人按手祈禱 先處理 我們珍惜這個生命 珍惜我們能夠服侍人 是很大的禮物 我自己以為去都是幫很多人 不單止香港 我去不同的國家 我今年會去以色列 我會去坦桑尼亞 我會去肯那 那些人去完都會很想我回去 其實周圍都會一直等我回去 而且他們會把我的材料翻裂 做當地的語言 都是幫助到他們 我們可以祝福很多人 你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果子 果子是什麼呢 聖靈的果子 就叫人平安、喜樂、人愛、喜樂 還有生命會有愛主的心、熱切的心 我現在講一個家庭的改變給大家聽聽 這個家庭 首先就是這個家庭參加一個 比較傳統的教會 對於聖靈工作是不認識的 不過又不是排斥的 不過他們就不認識 首先是那個父親 那個父親 我想是四十幾歲 那個父親 他就有些情緒的問題 他就在網上看到我的影片 他就走來我的聚會 第一次一祈禱 立刻他人就覺得輕鬆了 而第二次祈禱 開始有喜樂 他就很大的改變 他太太和他兩個女兒 都是在傳統教會不認識的 不認識聖靈工作 有些太太很抗拒 因為覺得 都不知道是否神的工作 有些人甚至擔心是邪靈工作 但見到他的丈夫的改變 見到丈夫和神關係更加好 見到他更加平安 我也上一次回答過 到底我們怎麼知道 是否聖靈工作還是邪靈工作 第一 我們奉耶穌祈禱 我們信求耶穌的救恩 我們求主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的祈禱只是感謝神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那你說 我和那些祈禱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開頭的時候說到分別是什麼 因為有時 當我們一直是無性 當主耶穌幫助我們 放下煩惱 放下重担 幫助我們出去斷酸 例如祈禱我們傳福音 譬如這樣 那些人就會比較煩惱 就變成沒有那麼安靜下來 享受神 在想著神的恩怨 但當你安靜下來放鬆 你用回傳統的方法就可以 不過你講慢一點 還有用心靈 多謝天父 有耶穌 今生我 你看看 心靈 開放 去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越來越平安興省 還有什麼 果子 那些人愛喜樂和平 然後果子就是 你沒有想給神用 給神去今生改變 並且為人祈禱 會看到他們的心靈改變 這就是看得到 因為耶穌看果子 你就知道它是什麼樹 好了 我講回家庭 那丈夫來祈禱 她覺得很好 每個星期都來過 然後 她太太了 看到她這麼大的改變 就有點好奇 就問她很多問題 然後她就回答她 即是說覺得很好 最後她太太都說 我想試試 那就找我祈禱 其實我不是跟她祈禱 我先說 神怎樣愛我們 神很喜歡陪著我們 神經常找我們 神很歡迎我們親近她 所以我們祈禱可以有信心 神在我們心中 真是很想做這麼大的工作 當我這樣跟她說 她就很感動 在那裡哭 她就聽我說 她已經覺得 當我能夠說出神的愛 她覺得很感動 然後跟她祈禱 也都很輕盛 回去 她生命都改變 然後她就帶了兩個女兒 一個是十三歲 一個是十一歲 兩個女兒 也都是不知道的 來到 我為她祈禱 通常我都是解釋 關於耶穌 耶穌的愛 耶穌的恩典 耶穌很想親近我們 然後我就為她們祈禱 祈禱的時候 她們兩個都說 又感動 又喜樂 尤其是她大女兒的改變很大 十三歲而已 她就說 她回家 她就跟她媽媽說 我現在很想侍奉神 我都問過她 什麼時候開始侍奉神 她說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自己就很想 在裡面很想 她說 我侍奉神 我要每天看聖經 每天看聖經 以前是懶惰的 現在每天看聖經 並且當我們在聚會之後 我們都有一些事奉訓練 那整班大人坐著 她說 因為她們又有興趣 學打鼓 學彈吉他 她們小時候 就由她們去打鼓 彈吉他 但是那個大女兒就說 我可不可以坐過來 她坐過來很投入 很流心聽 很投入 我又問她 你自己回去祈禱怎麼辦 她說我每次都會經歷到 神的平安感動 喜樂 她覺得很好 比她的生命很大改變 就是遠視奉神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果子 就是 人真是 這個詩題最重要 不是外面 大家最重要是 你當時經歷 可能你就是經歷平安輕殺 可能就是這樣 不過你回家 可能有分別 睡覺睡得好些 心情好些 沒那麼容易發脾氣 沒那麼容易發脾 煩惱 還有會有更加動力 去親近神 或者更有動力 去愛神 做神要你做的事 我想問 這裡有多少人 你發覺回家有些不同的 舉手 可以嗎 有沒有人 回家你覺得 你的生命有些改變 有的 舉手 如果你簡單 可以嗎 簡單 傳個麥克風給你 就在這個座位大聲說 很大聲地說 可以嗎 我自從學了親近神和神的關係之後 不斷在操練 我發覺我做什麼事都可以很輕鬆 一有什麼衝擊 我不開心 我一稱讚讚美主 哈利多亞 什麼都抵蕩了 感謝主 好 看出結局 教來很輕鬆 還經歸 還有一步 充滿 sare 搭蕩了我 也只容 Спасибо 給我了 希望你們 便很喜歡 散散 因為我不充滿 眼睛 不夠 因為這種方面 也很難nah 我剛才做個 說明 講葬 有真心 是絕 사고 我 子 來 我想讲讲名词上 这样不是叫圣灵充满 这样叫经历圣灵 什么叫圣灵充满呢 是你长久保持 随时随你一想 耶稣立刻即时 神的平安兴散起落 能力立刻临到 并且为人祈祷 那些人也是很快去经历的 其实圣灵是程度的 当你充满到程度 就会开始你自己随时经历到 为人祈祷也会很快 他会经历到神的灵灾 神的祝福 还有想分享的是 平时我都不是讲话 祈祷之后 最近教的那些人都说 你聰明了我祈祷 我不知为什么一讲 好像不是由我教脑 而这样讲了一些出来 而这样来讲 跟别人祈祷 有很多时候 经常教会有些什么事 我又在那里 逼着逼着去哪里 现在不知为什么 不懂得推堂 跟很多丫头推梳 有一次我跟别人祈祷 会这样祈祷 我伸着手祈祷 我又不知 我好像有些气 伸出去 不知什么原因 事过两次都是这样的 你可以说能力 有能力 就是有能力 拉你的能力 就是神的能力 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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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可以的 其实圣灵的能力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你的内心里面 你会觉得火热 爱慕神 轻散 OK 我以前也不太感动 但是今天很感动 我爸爸真的很帮助我 就是要家人牺牲来救我 我就想起圣经 圣经说 你们虽然不好 都尚尚爱惜你的儿女 何况充满慈爱和怜悯的天父 我现在真的感动不到流泪 感谢主 感谢主 其中圣灵充满一样东西 就是说 我们会更加感激神 更加想到神的美好 更加有回应 还有神会用不同的方法 教导我们更加 懂得将神的恩典说出来 还有在我们的说话 或者解释圣经上 是有很大分别 我自己就有很大的分别 那是不是很好 我希望大家都学过 都学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